日本的话 日本考察了好长时间了 我们西藏林芝的松茸最好 我们的松茸为什么说好呢 就是长得都是那个青冈树下面 王金英收购的西藏松茸 正是出自供货商云灯家措的家乡 西藏林芝市公布江达县朱拉乡 这里是西藏最好的松茸产地 山上的秘林是成片的青冈树 每年这个时节 杨金都会在暑假回到故乡 跟着奶奶上山踩着松茸 每次跟奶奶一起走的时候 奶奶都会跟我讲松茸哪里好摘 一般的话日本吃松茸都是在秋天吃 那个松茸旁边写一个秋字 量最大的时候应该是在九月份和十月份 进日本的话应该有四五百吨 在日本人们善用最朴素的手法烹饪松茸 新鲜与否就是甄别食材良有最严苛的标准 为了这一口的清淡鲜美 哪怕为之逾越的是几千上万公里的空间距离 也在所不惜 比林大田市场 查看当日松茸价格走势 了解拍卖行情 都是王精英定期要完成的工作流程 中文字幕提供 这边也会接着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 殃金的奶奶踩到今天的第一枚松茸 依靠采松茸增收的村民 大多都将赶在中午前陆续下山 将刚刚采进来的松茸 交给前来收购的合作社 这些新鲜的松茸 被快速运回工厂 一定要听到 好不好 你没有看到 我每天你看我们粮 为什么对不对用啊 一旦赶不上当天最早的航班 没有顺利发出的松茸 其市场价格几乎将折损了 一半 装货的时候 一定要把那些细节上面 一定要做好 在这个行业里 时间似乎是商人们最大的境地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现在价格怎么样 价格高吗 这边价格也价格不怎么样是吧 这也是日本 日本客人的一些评价 我把这个送给了 在乡下的这个母亲 作为里面的 变化总是让人惊喜 但也不得不让人们调整步伐 重新定位 来自四川的快递员陈明静 刚到物流部工作 就赶上了最苦的松茸记 四个是一包 这四个已经有四个了 已经有四个了 因为这边松茸记 只有这一两个月时间 所以说给我们的工作压力 是非常大的 今天走的是9848的 10点27分出发的 12点25分大的 林芝八夷区 是整个松茸记 西藏收发松茸 频次最高的地方 通宵大旦的工作 几乎是每年这个阶段的产态 都不吃吗 都不吃吗 有没有 穿穿好了没有 往后翻上车楼 紧张之外 却是一颗松茸的鲜度 成为了一家公司 考核KPI指数的衡量标准 快马加鞭 运送的货物 却未能赶上早班飞机 让竞争对手抢了先 陈明镜有些沮丧 检数我写了一张 这是写的那个总检数 这是松茸记最普通的一个早晨 但松茸和时间赛跑的这场接力 却没有结束 不易保鲜的松茸 还是在可承受的时间节点内 也进入了飞机货舱 飞向天空 西藏每年通过各种渠道 销往内地或出口的松茸 达500多吨 为产地农牧民增收近2亿元 王金英收到空运来的西藏松茸 松茸在西藏林芝出土48个小时后 辗转4500公里 进入东京大田市场 赶上早间的竞拍 新鲜的西藏松茸 价高这么多 新鲜的西藏松茸 样的